我们继续学习 《华严经》 普贤恨愿品 请看第三 父慈善男子 言广修供养者 所有尽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 依依各有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 依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 我以普贤恨愿利故 其身信解献钱之鉴 系上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 所谓花云 瞒云 天音乐云 天散盖云 天衣服云 天种种香 涂香 烧香 墨香 如是等云 以以量如须弥山亡 染种种灯 酥灯 油灯 诸香油灯 以灯柱如须弥山 以灯油如大海水 以如是灯诸供养具 常为供养 善男子 诸供养中法供养罪 所谓如说修行供养 利众生供养 涉受众生供养 待众生苦供养 勤修善根供养 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 善男子 如前供养无量功德 比法供养一念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百千聚之 纳尤他分 加罗分 算分 数分 玉分 由波尼沙陀分 亦不及一 先到这里 前面两讲 讲了李敬诸佛称赞如来 这一讲 我们学习广修供养 因为佛有无量 所以呢 普贤供养也无量 那么在依佛前都有普贤菩萨 所以普贤菩萨也无量 然后供养的诸供养具也无量 种种供养都无量 为什么都无量呢 因为 所有这些诸佛 众生 共聚 事实上就无量 无量这个概念在佛教当中非常普遍 所以我们会发愿的时候说 众生无边是远度 无边也是无量的意思 烦恼无尽是远段 从无时矿节以来 我们的烦恼也是无量无边 那么对峙每一个烦恼都有一个法门 所以法门无量 要誓愿学 那成佛呢 佛道久远 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 成佛虽然非常困难 不那么容易 但是呢 一切众生必定可以成佛 虽然修学佛法一直要成佛 要经过三大阿僧七戒的修行 但是总是还能成佛 没有问题 所以呢 发大愿和这个无量呢 相契合是非常重要的 那供养诸佛也是一样的 要有这个大愿才会有无量的供养 如果没有大愿就不可能 那什么叫花云呢 就是供养佛的花像云那么多 蛮云呢 是印度带的那个花团 现在到印度人家还有这个习惯 中国人好像不大有这个习惯 那个也像云那么广大 天音乐云是指的音乐供佛 非常广大 因为菩萨呢 很多人都是县的在家居士神 居士可以用音乐供佛 出家人呢 就是用赞计来供佛 但是一般情况下不用乐器 过去呢 用乐器 后来呢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呢 比丘就打法器不用乐器了 当然法器的打击乐也属于乐器当中的一种 但是毕竟呢 跟这个声管消敌它有差别 但是作为在家居士 那么供佛 他们当然可以 天散盖云 就说这个散盖呢 也像云一样的多 天衣服云呢 是用种种的衣服 美妙的衣服 来供养诸佛 供养诸海慧菩萨 所以呢 衣服也像云一样的多 还有种种的香 种种的香呢 有涂香 涂香就是涂抹在什么地方 撒在什么地方的 类似于香水一样的香 叫涂香 烧香呢 就是我们好比叉的香 横着放的这个香 还有那盘香 都属于要点燃烧的香 磨香呢 是那个香磨 把它粉碎了以后 那个磨香 现在我们用的也比较广泛 要插那个弹香的时候 必须要先有香磨燃起来 那这些广大的供养呢 都非常非常的多 实际上呢 也是无量无边 我们以前供养无量诸佛 现在仍然供养无量诸佛 以后我们继续供养无量诸佛 那么从我们开始懂得供养那一天 一直到往后 这个供养是生生世世都不会间断 这个有多少呢 当然就无量无边 不是这一生啊 我们皈依的时候说 尽行寿 尽行寿的意思是两个 一个是这一生 我们尽行寿 另外呢 菩萨他生生世世 他不舍众生 所以保持一个身体啊 不断的长随佛学 所以呢 那个也是无量无边啊 那么这些云 一一亮如须迷山网 由于累结累世 我们学佛供养 所以如果把这些供养都堆积起来的话 每一个都像须迷山网那么的广大 那么多 下面说除了这些以外呢 燃种种灯 酥灯 油灯 猪香油灯 那酥灯可能就是酥油灯啊 这个不是一般的油 酥油 那么在蒙古啊 藏地啊 用这种油呢 就比较多 我们平常这边呢 是普通的油灯 或者香油灯 一般来说 供佛用的油呢 都比较好 那中国传统上呢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香油 但是外国现在有一种油啊 它没有烟 点起来以后一点烟都没有 那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里边放了香料香精 味道也特别的芬芳 那每一个灯柱啊 也像须迷山一样 这个后面没有用网 像须迷山一样 那说明这个灯柱广大 那是不是每一个灯柱 都像须迷山那么粗 这不大可能 但是呢 也有可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在人间 我们油灯燃起来 不可能像须迷山王那么大 因为它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比较 但是如果是其他道的众生 那就不一定 好比天人如果燃起来 我估计那个灯柱就是很广大的 因为天人的身体就是很广大 很广大的 那我们是很难想象它有多大 天呢 望上增加一层 身量就高大一层 最高大的呢 就到色究竟天 因为再往前走一步的话 那就到无色界了 所以色究竟天 也色界的最高顶那一层天呢 身量最为广大 本师释迦牟尼佛 现在就在那一层天上 以暴身为众生说法 那暴身有多大呢 我们看阿弥陀佛暴身 我们平常讲 干木澄清四大海 广眼睛呢 就像四大海那么大 而且不是地球的海 是须迷山周围的香水海 所以呢 那个身体那么大 那如果他们供油灯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来说 也是非常的大 我们不能用地球上的思维 来想象天上的事情 下面讲 一灯油如大海水 这个我们也很难想象 我们油灯就放在一个 所谓的海湾里边 海灯叫海灯叫海碗 意思像经典里边描述的 像大海一样多的油 所以叫海灯海碗 其实呢 我们那是一个名字 没有像大海那么大 可是如果是天上真有可能 因为天上的这个大小呢 跟地球上 跟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大小差很多 用这样等供养剧 常为供养 但是下面讲 所有的供养当中 法供养最殊胜 那法供养包括什么内容呢 包括 如说修行供养 这是我们所说的法供养 最基本的一点 因为这个是自己先修好的意思 那自己要不修好 我们怎么利益众生 怎么度化众生 供养一般来说有三种 一种呢 就是 财供养 包括钱 物 衣服 卧具等等这些 都叫财供养 第二种 无味不食 无味供养 那就是解除众生的恐惧心理 让他们不害怕 好比我们买来动物 然后把它养起来 或者放生 这都属于无味不食 那有人碰到紧急危难 就呼救啊 向观音菩萨祈求 观音菩萨来救 那个也是属于无味不食 无味供养 因为解除众生的恐惧 另外像家里有的人呢 病了 病得很严重 怎么治也治不好 没有办法求观音菩萨 那观音菩萨帮他治好 那这个也属于无味不食 因为解除他对死的恐惧 他可以继续活下来 所以不少的人呢 就发愿 发愿完了以后呢 就有还愿这一说 为什么 因为他发了这个愿以后 好比说 如果我妈妈的病好了 那以后呢 我就吃素 或者如果我妈妈的病好了 那妈妈也会同意我出家 我呢就出家修行 因为他这个愿达成了 所以他以后就来还愿 他就如实这样做 那最殊胜的供养呢 就是法供养 下面会对法供养呢 有种种的解释 第一如说修行 这个说呢 就是如佛陀的教化 佛陀的解说 如佛法教的我们 应该怎么做 这样来修行 用这个修行来作为供养 因为这是学佛的目的 比如说佛教我们要持戒 我们就持戒 佛教我们要吃素 要放生 我们就吃素放生 这都属于如法供养 当然 这里边 如说修行的法供养 不仅仅是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修禅定 我们还要修智慧 知道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 找到我们的自信弥陀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禅宗说的要开悟 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首先获得大圣的正知正见 这样的话 后续的修行继续修菩萨道 那就能按照正路修行 所以法华经里边 佛说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所谓开示误辱 为令众生开示误辱佛之之见 因为这个事情是最重要 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情 下面的利益众生供养 为什么要修行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 因为众生 是树根 树干 树枝 树叶 而佛菩萨是花果 如果不利益众生 为什么要成佛呢 如果不利益众生 如何能成佛呢 所以利益众生 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因此才说 大悲心最可贵 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出自哪里呢 不忍众生受苦 众生受苦里边 最重要的苦是什么苦 就是生死苦 每一个人都 屈乐必苦 但是呢 这个苦乐最重要的是 生死的问题 因此阿弥陀佛呢 建立一个佛国 极乐世界 那里的众生啊 不但没有种种的苦 连苦的名字也听不到 而且一旦到了极乐世界 寿命无量 再没有生死的问题 当然 生死啊 属于 生死有两种 一种是分段生死 就是我们不知道 前生 也不知道 前生也不知道 后世 生命好像被隔成 一段一段的 我们平常所说的 六道轮回 这种生死呢 就叫分段生死 那还有一种生死呢 叫变异生死 就不属于这个范围 那更加深细 处于起心动念 心念起来了 心念又灭掉了 这样更威系的生死 那修行呢 要把这两种生死都断掉 只有把这两种生死都断掉 才能成佛 因此呢 这种离苦得乐 叫离必尽苦得究竟乐 这就是心经所说 度一切苦恶的内容 它不是仅仅包括 我们平常所说的 了生脱死 直了分段生死的 这个问题 还要包括 变异生死的问题 下面是 设受众生供养 要想利益众生 必须先设受众生 如果众生不跟你学 那你怎么利益它 所以要想办法 来设受一切众生 要想设受众生 先要跟设 众生的普洁善缘 普洁善缘 最好的方法就是布施 用钱财 无畏 乃至于法 布施众生 这样就和他们 接下善缘 我们看海涛法师 法缘殊胜 为什么 不是这一生的事 往昔生生生世世 就不实 就供养诸佛 也供养众生 所以才会发展这么快 这么广大 大家过去和海涛法师 就有因缘 所以这一世还会跟他修学 如果往昔没有因缘 就不会这样 其他的广大的信众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修学 很重要的 就是学会了知 如何能够设受众生 而且把这个方法 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这就叫做设受众生供养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设受众生 其实就等于是 佛设受众生 等于是佛法设受众生 下面是 待众生苦供养 由于菩萨不忍众生受苦 所以发这样的大愿 愿待一切众生 受一切苦 所以众生如果跑到地狱的话 菩萨也会跟着下地狱 那么是不是菩萨到了地狱里边 和地狱的众生受一样的苦呢 能够真的带众生受苦呢 其实代替不了 因为个人的业 个人承担 无法替代 但是菩萨就是发这样的愿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那我们如果有了病的话 我们看到别人有病 我们说 我们来替他得病 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 一般情况下是做不到 但是如果有了大愿的时候 其实也能做到 并不是完全做不到 这就看我们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承担的性 这方面呢 我自己有一些体验 有的时候我也喜欢 来帮助别人治一点小病 那有的时候 这个病比较严重 就不是我们的能力 所能达到的 那么我们也会 祈求佛菩萨加持 祈求佛菩萨给我们力量 可是由于我们定力 福德各方面还不行 祈求了佛菩萨以后 这个病还是不见好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病都到我身上来 我替他瘦了 这个真心一发起 病立刻就减轻了 非常快 各位如果愿意试一试的话 以后有这个因缘 你不妨看一看 怎么样 所以这个愿也不是空愿 只是一般情况下 人不肯发那么大的愿 所以好像没有效果 真发了愿 真有效果 那我们有些菩萨 当父母亲有了病的时候 病得很厉害 那会说 愿减我十年的寿命 希望能够使我的父母病好 其实呢 你发了这个愿 最后父母的病好 你的寿命也不见得就减少十年 可能反而会增长十年 这也不一定 因为你肯带众生受苦 你肯孝顺父母 所以呢 佛菩萨呢 就会加持 护法神也会加持 平常人们说的老天有眼 老天也受感动 老天也加持 老天加持 实际上就是天神加持 也是属于护法神加持 佛教里边说 法无定法 如果不修行 命运很难改变 寿命也不能改变 如果真正的修行 其实没有不可以改变的事情 不单是下一世可以改变 这一世种福田 那下一生改变 这一生当生就可以改变 了凡四讯所介绍的 了凡先生的情况 就是一个例子 就这一生 就消灾免难 就能增福增寿 下面一个是 勤修善根供养 善根的种类太多了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 有三善根 那就是不贪 不称 不吃 所有的善根归回来 有这三大类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修行 要断除 贪嗔痴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因为只有熄灭贪嗔痴 以后 我们才能够证得一个涅槃果 我们要证得的果有两种 一种解脱果 一种是大智慧果 那解脱果的名字呢 就是涅槃 那智慧果的名字呢 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成佛有的时候 简称呢 叫我得菩提 得菩提就是 证得这个佛的大智慧 当然就成佛 下面一个 不舍菩萨业供养 菩萨的业是什么 上求下化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因为不求佛道 没有能力度化众生 没有智慧度化众生 所以必须呢 精进的上求佛道 那下化众生是我们的目的 求佛道的目的 还是为了能够度众生 所以这两个是菩萨的业 菩萨到任何时候 这两个方面 他不可能舍弃 如果舍弃的话 就不是菩萨了 所以学佛呢 不仅要广学多吻 而且要行深般若菩萨蜜多 深广两方面都要进行 就像我们盖楼房 如果我们基础打得不深 不大 不够结实 那我们盖楼房有限的 盖个两层三层就好 再往上盖 楼房要倒塌 修行也是这样 我们要基础打得牢靠 打得深 这样才能够一直往上修行 而且再往上修行 还要不断的打基础 不断的巩固基础 这样才可以 不是打了一个基础 就一劳永逸了 下面一个是 不离菩提心供养 这是说 菩提心对菩萨来说 是最最珍贵的事情 一发心就能成佛道 不发心不能成佛道 所以世间人不论多好 由于他不学佛 不懂得发菩提心 那么他不可能出轮回 不可能修菩萨道 也不能成佛 因为世间的确有很多好人 外教里边好人也不少 但是这些好人 往往不学佛 所以不管他们多好 他们没有办法出轮回 而我们学佛的人 就算我们不好 但是我们有佛法 我们发心 所以就能够解脱 今后也能够成佛 所以发菩提心 所有事情里边 最重要的事情 那十大愿王 每一个愿都和发菩提心 紧紧的相连 每一个愿都是菩提心的具体落实 那如果离了菩提心 怎么样呢 经典里面说 忘实菩提心 修住善业 如同磨业 如果我们把自己所发的菩提心 忘了 退了 然后我们修种种的善法 结果种种的善法 变成了磨业 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有 因为你和世间人一样 和不学佛的人一样 不发菩提心 舍了菩提心了 结果呢 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善业 你不能出轮回 你不能成佛 无法度众生 这善业又有什么用 修善业上天 那造恶业下三恶道 修了种种善业呢 到天上想天福 天福总有想完的一天 想完了以后 三恶道的业又开始现前 因为三恶道的业 不可能完全消灭 消灭到 它不能够压制福报的时候 福报就现前 那福报也不可能完全享受完 享受到一定程度 服不住恶业的时候 恶业现前就下去了 因为不论善和恶 都没有连根铲除 所以总会有 总会再一次的生发 因此总是轮回不断 到了人间天堂 那么就消磨自己的福报 那下了地狱 恶鬼畜生 就消磨自己的恶业 上了天堂 消福报 就是那样 他也不知道 反正生活到那个世界了 就是天天很相辅的样子 就像我们现在生在富贵人的家里面 如果不学佛 也不懂得继续培植福报 那就天天花天酒地消耗 最后把这点钱 把这点福报 消耗完了就变成穷人了 种种的灾难就来了 人间的福也想得不那么痛快了 那三恶道呢 被动的消业 他没有办法 再想造新的业很难造 因为没有那个力量 没有那个智慧 所以呢 一直在受苦 地狱的苦受完了 说明地狱的业 已经消完了 那么才有可能上升到恶鬼道 然后从恶鬼道的最底层 又往上消 消到最后以后 恶鬼道的业呢 消完了 才能到畜生道 畜生呢 又有三六九等 等等不同 把畜生业 所有都消完了以后 才能到人道 到了人道以后呢 又先是生在边地下见 忙龙阴阳 猪根不玩具 或者呢 这个脑子迟钝的 不发达 呆呆傻傻的 这样的人呢 没有能力造恶业 也没有能力修善业 但是呢 他在慢慢地 继续消 残留下来的罪业 被人家看不起啊 轻视啊 等到 也可能很多事 才能达到一般人的水平 根呢 也玩具 没有损坏了 生下来都比较完好 那智力呢 也像平常人一样 不高不低 所以我们能够 幸得人身呢 经过这么艰难的过程 我们才上来的 多不容易 因此说人身难得 所有的苦 我们都受过了 没有一样 一样苦 我们没有受过 各种各样的众生 我们都做过了 没有 一样没有做过 我们和其他众生的关系 不管是六亲 还是什么亲 也全部都做过了 因此一切众生啊 互为六亲眷属 这是毫无疑问 所以不可吃众生肉 因为吃众生的肉 就等于是吃六亲眷属的肉 那要是杀众生呢 就等于杀我们过去的父母 兄弟 妻子 儿女 所以佛制定戒律 所有的戒律当中 第一条 不杀生 因为杀生的罪业 最重 那如果我们要舍弃菩提心呢 那这些业 我们造了 我们也不以为然 世间的人杀个鱼 他认为是恶业吗 到街上买一只活鸡 杀了来 给家里的老人 炖了以后补身体 或者下酒 或者招待客人 他认为有什么罪 他认为这个很自然 没有什么罪 造了罪业都不知道 那我们学佛 我们就会很有警惕 就不会造这样的杀业 所以 再不好的修行人 也比那些很好的 不修行的人 要好得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劝 其他的人 和我们有关系的人 无论如何 要归一三宝 无论如何 要慢慢的去 持戒 无论如何 要进一步 受菩萨戒 三规五戒 菩萨戒 慢慢来受 但是呢 要尽可能的 勇敢的去受 不要学佛 十几年 几十年 连个菩萨戒 都不敢受 要鼓励他们受戒 下面讲 前面的无量无边的 用具体的财富 物质来供养诸佛 他所得的功德呢 比起法供养 一念的功德 你看这个相比较 如果法供养一念的功德 都比供养那么多的珍宝 要大得多 没有办法相比 都不足这一念的法 供养功德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亿分之一 乃至无量分之一 这上面呢 用了很多当时 印度用的这个数字 数字的名称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何以故 以诸如来 尊重法 故 以如说行 出生诸佛 故 若诸菩萨 行法供养 则得成就 供养如来 如是修行 是真供养故 此广大最圣供养 虚空戒进 众生戒进 众生业进 众生烦恼进 我供乃进 而虚空戒 乃至烦恼 不可禁锢 我此供养 亦无有进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验 为什么 法供养 如此的殊胜 下面讲 因为 所有的如来 所有的佛 都尊重法 因为如果没有法 那就没有办法修行 那就不能成佛 所以佛法僧三宝之中 法是核心 因此 如果诽谤正法 这个人 念佛 如何精进 都不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反复讲 我们赞叹 自己所修的法门 怎么赞叹 没有关系 只要是佛说的法 不是邪魔外道的法 你怎么赞扬 都不过分 但是千万不要诽谤 别人的法 因为别人如果说的佛法 也都是本师 释迦摩尼佛所弘扬的法 那你弄不好的话 就会犯 犯了邦法重罪 犯了邦法重罪 就要下地狱 你现在若无其事 可是死了以后麻烦了 非常重要 也不可以诽谤 弘扬正法的法师 你诽谤到这位法师 因为他在弘扬正法 那也有同样的恶报 那诽谤别人可以吗 诽谤谁也不可以 但是呢 罪的轻重不同 这个要晓得 下面讲 如果菩萨行法供养 就能够成就供养如来 因为如来 我们供养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法供养 因为如来出现于世的目的 就是为了 让众生能够学习佛法 因为学习了佛法 才能成佛 因此 所有的供养当中 自己如说修行这个供养呢 功德最大 我们出家人 拿什么供养 就拿法供养 我们没有钱呢 我们说无为不施 那些鱼不是我们出钱买的 有人说 我出啊 你哪里来的钱呢 还是菊什么供养的 并不是你劳动所得 出家人不可以劳动 劳动也可以 寺院里道场里劳动 还不能挣钱 所以我们没有钱财 成就钱财供养 我们成就不了 那怎么办呢 法供养 佛为什么 划分为四众弟子 因为出家的男女二众 学好了佛法以外 你可以再来教在家的居士学佛 因为我们不生产 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大家在佛学院 除了自己学习功课以外 剩下的时间干什么 就是来学佛 那在学校学习呢 和别的学生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 长大了我们就是比丘 我们弘法是我们的家务 是我们的事业 那和普通人上学当然不一样 我们打下了这个基础 文化的基础 是为了更好的学佛 我们这个目的呢 就和一般的学生 非常的不同 所以大家呢 要努力学习 不单要学好语文啊 别的功课也要学好 比如说学好外语 学好外语 你以后才能接引 说外语的众生 你到了别的国家 你才能弘扬佛法 你外语不好 到了别的国家 张不张不开口 还要再学习 岁数大了就很困难 所以现在如果有 外语的功课的话 一定要学好 不可以忽略 为什么呢 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金火弘扬佛法 那么有的人说 那数理化就算了 我把语文学好就好 数理化算了 数理化也要学好 为什么 我们看佛经 其实包含很多 数理化的知识 不是没有 比如说微尘 世界 这在讲什么 其实在讲物理 在讲化学 在讲分子学 在讲量子学 这都是很深入的科学 为什么 物质在本质上 它并不存在 为什么说 所谓微尘 极非微尘 世明微尘 因为物质和能量 能够转化 而物质和能量 转化 这是爱因斯坦 这个比较高的科学 里面讲的 而且有一个公式 因为掌握了这个公式 掌握了这个原理 人才能造出原子弹 原子弹的意思就是说 其中一部分物质 变成了能量 所以非常巨大 不得了 据说如果是一根头发 把它全部转化成能量的话 那它这个爆炸力 大得不得了 一点点物质爆炸就不得了 原子弹 其中一种 它就是 右238 衰变到235 一点点 就那么大的力量 因为其中这一部分 变成能量 物质和能量 可以互相转化 那么在物质这个阶段 就可以检测到 变成能量以后 用物质 检验物质的方法 再看的话 没有了 消失了 所以说 有就是空 空就是有 为什么 你看不到了 你测量不到了 这个物质的形态没有了 不等于没有 能量还在 所以物理里边说 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他和佛经说的 一致 非常有道理的 那科学 如果越往前发达 很有可能和佛法 就越接近 因为什么 因为佛法 其实最科学 我们看看极乐世界的科学 有多么发达 那里要什么 有什么 没听说那极乐世界 还要用灯来照明 还要发电 没这回事 也没听说 极乐世界 要用电脑 虽然没有这些电 没有电脑 但是极乐世界 你想要什么 马上就来 地球上哪有这样的科学 什么时候 能发展到这个程度 想去哪里 没有障碍 可以 吃一顿饭的功夫 供养 十方诸佛 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 地球上的科学 没有办法和极乐世界相比 极乐世界也没有医院 因为大家不得病 不要看病 不要医生 也不要药 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佛不是不讲科学 佛讲的科学 是无上的科学 没有人类的无法相比 下面讲 这样如法修行的供养 才是最真实的供养 这是广大的最盛的供养 由于广大 由于最为殊胜 所以呢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恼尽 这个供也不会停止 也不会结束 一直要这样供养下去 由于如此的供养 我们才能够得到 像佛一样的福报 福报才能够圆满 由于这样的供养 我们才能够得到 像佛一样的智慧 这就是福慧两足尊 福慧两足啊 是说福和慧 这两方面都满足 什么叫满足 达到成佛那个标准 就满足了 什么时候成佛 因为他供养 无量无边 所以佛的福报和佛的智慧 都是无量无边的 那下面说 而虚空界乃至烦恼 不可禁锢 我此供养 亦无有境 因为虚空界乃至烦恼 都不可能穷尽 众生无量无边 不管度多少 仍然无量无边 烦恼也无量无边 正因为如此呢 我这个供养也无量无边 所以学习佛呢 要发大心 还要发长远心 成佛是久远的事情 菩萨不怕 然后讲呢 要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无有皮验 就是我们身与异三方面 时时刻刻都在修行 都在做法供养 好 这一讲先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